你又送我 快说快说 原来是你跳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幼儿园是全面禁烟的 这不是笑笑妈妈吗 不好意思啊 没想到您还抽烟呢 不过我多句嘴啊 家长抽烟对孩子教育可不好 笑笑正是需要榜样的年纪 我劝您还是戒了吧 谢谢孙老师 我自己女儿的教育问题 我心里有数 而且 我成冤了吗 一姐 不管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都可以跟我说 所以你是幼教刚毕业 想来我们这儿工作 对啊 都说你们是青岛市最好的幼儿园 我先来学习一下 我们这里的基础实施和师资条件 确实是这里最好的 我真怕自己没资格进来呢 你是领导介绍过来的 应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真厉害 这些是怎么选出来的 这些都是孩子们自己投票投出来的 那这奖的分量真是不轻 我还觉得 要讨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喜欢 挺不容易的呢 哪有什么不容易啊 他们都是小孩子 年纪小很单纯 你只要告诉他们你很喜欢他 他就会很喜欢你了 那有没有那种一开始不是很听话 后来却被你收服的 收服 你说得跟公斗一样 肯定有吧 你快跟我讲讲 还真有 我刚来的时候 这个班里有一个叫 张笑笑的小姑娘 长得很漂亮 会唱歌 会跳舞的 在班里就像一个小带头的 但就是 脾气有点骄纵 我跟他一开始总的处不好 后来呢 后来我听说 他最喜欢的故事叫 《冰雪奇缘》 那我就投其所好 穿一些同款的衣服 送他一些周边的小礼物什么的 然后我告诉他 我就是Elsa 他就是安娜 我们是最好的姐妹 慢慢地他就很喜欢我了 你看 真有心 那看来你很喜欢笑笑吧 哪有啊 其实我对所有的小朋友 都是一视同仁的 后来 我就把这个方法 用在其他的小朋友身上 都挺管用的 你也知道 有一段时间 好多小女孩 都特别痴迷这个故事 你这招是挺管用的 但是不是有点欺骗小朋友 感情的意思 什么欺骗不欺骗的 小孩哪知道 什么是真什么不假的 谢谢你啊 那我就不送你了啊 麻烦了 我都放学了 你慢走啊 拜拜 拜拜 пойд Tob işte 拜拜 拜拜 시죠 快點 老公再见 總共再见 明天不要迟到了啊 小谷 哎呀 哎呀 孙老师辛苦了 我们家小谷最近在幼儿园表现怎么样 小谷 你自己告诉爸爸 你在学校表现的好不好呀 嗯 小谷 今天 孙老师要给我花的 啊 真棒啊 小谷太聪明了 我 妈妈 我还能跟孙老师再见呢 说什么证件 说说说 赶紧回家 谢谢你啊 慢点啊 孙老师 着意思 今天来接你了 高不高音 你着什么急啊 怎么 我看你倒是不急 怎么在家里跟我一句话就嫌多 不然家老师就不怕一个话 小姑娘家家的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间谍 这次这个年纪小两个 是吧 怎么这样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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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时候你还要骗我是吗 就是啊 你要骗到什么时候 就是啊 你敢说你跟那个叫孙文文的 没有什么吗 什么事都没有 孩子都快叫到孙妈妈了 行了 别再说了好吗 咱们俩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把个家里 好 刚才你说的那位老师 是不是幼儿园大班的孙老师啊 这个学校除了 一个叫孙文文的 还有第二个吗 你说 这么年轻 还有这么多的机会 干嘛做这样的事 就是你们哪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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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话又说回来了 我话又说回来了 孩子的手指甲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拔掉 只能让他不再啃 可是 孙文文是个人 又不是拔不掉的手指甲 青岛是有这么多幼儿园的 他可以去当别人的老师 除非他自己自身 要不然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他被开除 听起来有点残忍 把你的故事 说给其他人听 你害怕的 其他妈妈也也害怕 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你 我知道你心事啊 不是你想这么容易 所以 过了你老公的时候 还想到你的感受 我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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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啊 楼上呢 二楼有没有 没有 没有 二楼没有 三楼有吗 三楼也没有 你说什么 孩子不见了是什么意思啊 我真的不知道 刚才手工课的白老师说 他中路上了厕所 回来之后就没看见他了 这是不是在 下个抽屉里找到的 报警了吗 稍等 警察马上到 要等你们的 我自己去找 ** 回头了 翻了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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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晓晓 妈妈 晚上给我讲故事 好 晓晓 晓晓 干什么呀 神经病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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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了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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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晓晓 晓晓 小小 小小 阿姨 你睡疼了吗 给你擦一擦就不疼了 哎 你谁呀 该这么孩子 小文 赶紧回家 妈 萧萧在这儿吗 妈 萧萧在这儿吗 妈 萧萧在这儿吗 萧萧 你下午为什么要偷偷跑出幼儿园去 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在找 你妈妈都要急死了 你说话呀 哎呀 行了 这孩子不没出什么事吗 他说我给你打电话了你又不接 你就别怪孩子了 妈 你不能这么护着他 他要是下次再偷偷跑出去怎么办 你过来 张一 你过来 哎呀 行了 萧萧啊 告诉奶奶 为什么要偷偷跑出幼儿园呢 哎 哎 他骗我 他不是我的艾奥萨姐姐 我不喜欢他了 我还想把做好的艾奥萨小裙子送给文文老师 结果他跟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师说 他说他知道我喜欢艾奥萨和安娜 才故意跟我讲她是艾奥萨 她还是好多人的艾奥萨姐姐 她骗我 她骗我 我不喜欢她了 好 好 萧萨 来 过来 过来 不哭了 来 过来 帮帮你这儿 好 没有 不哭了 我讨厌文文老师 也讨厌跟他上在一起的新来的老师 萧萨 爸爸 宝贝 你没丢就好 吓死爸爸了 宝贝 没事啊 宝贝 宝贝 晓晓 喝橙汁 不要 我来吧 晓晓 可乐就喝一点 晓晓 可乐就喝一点 妈 你帮我回去 走 喂 怡姐 我听说晓晓下午失踪了 怎么回事啊 晓晓没事吧 没事 您找到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我还在想 怎么那么巧 我前面要从幼儿园走 后脚晓晓不久了 那是不是因为我跟孙老师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呀 对不起啊 怡姐 你看我这事办的 雪晴 这事跟你没关系 都怪我 这是上天在提醒我的 一姐 一姐 没事了 这事 你别跟别人说 多谢你吧 你 куп了 别人 尽管 你吃吗 你吃吗 我還在这个地方 你吃不了 你吃不了